感謝各位禮拜一好 禮拜一繼續收看禁則解盤 不過呢 今天雖然是禮拜一啊 但是我希望所有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把放假時候禮拜五禁則跟各位說的 那麼請你再認真地看一次 你比較好直接印證說 我在禮拜五的時候就告訴你說 請你注意哦 6451的F訊星 6451的KY訊星呢 搭著鴻海自駕車 因為他是做MEMS 也就是維西店部分的題材的 搭著鴻海自駕車的題材呢 基本上今天再次攻上漲停板 而且等一下的節目當中啊 海外黨更神秘的股票也飆上漲停了 你說老師 鴻海自駕車的題材 真的有這麼好嗎 注意哦 我常常跟各位說啊 我做節目不會只有我的股票漲停吧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的股票 相關的股票也會有機會來做表現 我相信各位啊 你可以從這邊就已經先行看到了 我甚至連政達我都幫你寫上去啊 雖然政達今天沒有漲上去啊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幫各位所選到的 相關性質的概念股啊 絕對有它的道理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一開始要先跟各位說啊 什麼叫資金多投資會找出路 注意那兩個字叫做多投啊 如果資金不想找出路呢 我跟你講那個就叫做空投了啊 你先別想那麼多啊 我必須要很直接了當的講一件事情啊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朋友都覺得 指數漲很高了 做美國股票漲很高了 可是你沒有想過一件事耶 在川普啊 一定要把所謂的升息的效果降到最低 甚至呢現在也不升息啊 還在低通膨的狀況之下 讓資金到處走的時候呢 你看美國股市是不是這個樣子 一下子 比方說IBM漲上去 一下子呢 換成波音漲上去 一下子換成聯合保險漲上去 連中國大陸也一模一樣啊 一下子呢 漲起蘋果概念股 蘋果概念股不漲了 他們漲什麼 漲一些所謂原物料 原物料又不漲了 漲他們交通安全建設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必須要這麼說 全世界會有這個現象 只有一句話了 各位 紅海今天有沒有漲 如果跟你講的紅海沒漲 甚至紅海還拉出一根黑黑棒 那為什麼紅海的電動車概念股 訊心以盛 尤其是訊心啊 又攻上漲停板 我問你啊 你現在知道答案了嗎 你說老師哎呦 至少看起來底部是非常漂亮的 沒有錯 我跟你講底部很漂亮 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張圖啊 那你沒有發覺嗎 紅海集團 支持紅海的集團的資金呢 也在尋找高出低進的基本原則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當這個資金 能夠去尋找未來的地方 當資金能夠尋找未來新的股票的時候 你真的不要再去問我說 老師啊 股票我什麼時候來跟你最好 到底什麼時候來跟你買 我相信你不會想要買正威啊 我也相信你大概不見得會想要買原相 因為原相今天我們也稍微短出一下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你大概比較會想買這檔股票吧 新的蘋果概念股吧 你大概比較想問我的事情是說 老師啊 這個3406的玉金光怎麼又跌下去了 我還是那句話告訴你啊 590塊叫你賣 賣完之後呢 427塊又叫你賣一次哦 427塊又叫你賣一次哦 427塊又叫你賣一次 10月11號哦 3019的亞光10月11號同樣的也請你賣一次哦 亞光回檔比較少 或許基本面比較強啦 但是後面看了才知道 但是我就這麼跟各位講 來玉金光一樣4月427塊請你賣一次結果咧 有沒有效 我們現在當場就在問嘛 你跟分析師最重要就是要問說有效還是沒效嘛 有準還是沒準嘛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啊 那再往下殺或許我真的會接啊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你很多人是套在570560哦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股票市場不是這個樣子的啊 萬一我們現在講一個沒輸贏的 萬一蘋果這次跌下來 真的沒漲上去 換別的東西漲上去 沒有嘛 難道沒有嗎 難道沒有嗎 換別的東西漲上去啊 換別的東西漲上去啊 是不是我跟你講的 AI人工智慧漲上來了啊 現在你怎麼辦 所以我說資金在找出路 資金他自己會找提起來 問題是 你有沒有像市場上面聰明的資金 這樣子能夠很靈活的來運用啊 我覺得這波行情裡面 如同我禮拜五跟各位講的 如同我的傳證稿上面講的 如果多頭啊 各位啊 如果多頭指數創新高的話 每個人都會賺錢的話 全台灣沒有人不會做股票 全台灣做股票 每個人都賺大錢 但是問題來了 他在漲的過程當中 因為全值 因為比例 因為所謂輪漲 輪動關係的一個不同呢 很多人整天最高殺地 最高個幾次 你就不敢再做了 結果還是有人賺不到錢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要怎麼賺錢 我就是要這樣子帶你們賺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當這個行情指數 還會再衝新高的時候 我告訴你尤其用股市現場 這麼高的節目來跟你講 這個行情還會再創新高 請你記得在這邊 連可乘都可以買 是不是當時我這樣告訴你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連可乘都可以買 而且可乘還是賺錢哦 在哪邊 等一下再找好了 可乘還是賺錢哦 而且當時我跟你說 那最起碼你可以買可乘跟什麼 跟正威嘛 有還是沒有 我說這裡的低點跟這裡的低點完全一樣 我現在還不曉得為什麼 還有人去相信做空的 你去想想看 在這個地方做空 嘎到這裡就好了 前面通通不要算了 從這個啊 從10257嘎到10798 嘎400多點就好了 不好意思講你要多少錢啊 你今年的錢輸掉一半啊 我告訴你啊 更何況有些從9000點一路嘎上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嘎到放假之前 嘎到這個10月10號放假之前 我跟你說 這叫V型反轉 親愛的答案投資朋友 有沒有V型反轉 而且10月9號放假的時候 但是股市現場的節目照舊 我跟你說什麼 請你注意什麼 今天最紅的股票了 2330的台積電 有還是沒有 放假的第一天 跟你講說 請你放假的時候 跟你講說 AI跟人工智慧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可能每一檔股票我都買了 但是最大的股票 絕對會在我的手上 我說不是iPhoneX做不出來 台股就完蛋了 而是最重要的是 到底輪到誰來漲 我相信這地方幾乎都是 最大最大的一個證明了 你能不能再 我先必須要講一句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要從 過了一萬零七百點開始算 它股價就是這樣 你能夠做到亞光先進光賺錢 甚至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新巨科今天也賣也是賺錢 新巨科今天也賣也是賺錢 可曾經頂正威賣掉還是賺錢 連發和連揚 接下來呢 訊息有出現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輪得很快 輪得很快 沒錯 問題是你要能夠跟上 問題是你要能夠知道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請各位留意 特別是這次的股市現場裡面 還有包含了我們的非凡商業週刊裡面 我都跟各位提到說 請各位留意 假如 現在答案就告訴你 假如大力光現在就能夠創新高的話 我幹嘛去做信心 一句話就告訴你了 就代表什麼 iPhone X要進入慢工粗細活 要進入怎樣 緩不濟急的情況 假如2317的鴻海 這次就要標新高了 我跟你講訊息店幹什麼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如果一次原相就能夠過高的話 我也不用跟你講說買來買去 但是問題這就是股票 他問題他第一個不跌 所以我告訴你一句話 剛才我一開始就把川普拿上來了 我話也跟各位講明白 你不要以為最近 我現在很直接說 最近假如有在這個附近來做一個震盪 各位第一個這邊有缺口 第二個這邊有景線 所以他的震盪幅度真的不會很大 如果在這個地方又有缺口又有景線 而回測而不破 甚至等到時日線 時日線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再上來的時候 又衝高上去的話 你不要說我沒講 車子開好快喔 好不容易在這邊等你了 你買了 你又沒上車你不上車 又上去了又再等你你買 你再不上車我跟你講 後面機會就沒有了 股票市場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老師那這個會漲到哪裡去 我告訴你一句話 萬一漲到那邊去 你不要說這個地方是很嚇人 你說老師真的還假的 你自己看看嘛 我鼓勵股息我通通給你耶 我都不用還原全職耶 他已經創新高了耶 所以我反而認為台積電 台積電漲那麼快不見得是很好 但是台積電已經在告訴你 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難道各位沒有看出來了嗎 台積電已經在告訴你 很重要的一個事實 電子指數沒有過高 再看一次好了 快點不要講那麼快 電子指數沒有過高 大盤沒有過高 但是台積電已經領先 過了前面的高點 他已經在告訴你未來的事實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年的行情會長到 各位不敢想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走到路上的時候 還有一大堆人說 老師這個行情我覺得 要保守要觀望 甚至要看空 我告訴你一句話 這次為什麼這麼多人賺不到錢 從這裡又開始看空 一嘎嘎了四百多點快五百點 然後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你看我們做對狀況 所以我覺得最近談 我會很難講為什麼 因為講這個你可能比較想聽 最好講說老師現在就是支撐了 老師現在就是支撐了 問題是現在還不是支撐 我不能跟你這樣講 你說老師那什麼時候 你才要出手光學股 什麼時候你才要出手 憑我概念股 我到時我自然會 控制我的家族成員 我也常常講一句話 很多朋友就是在計較那個時間點 我認為啦 現在最重要的不是他什麼時候彈上來 等到他彈上來 叫你跟你又來不及了 我歡迎你趕快趁這個時候 不管你是套牢在光學股 不管你是套牢在蘋果概念股 趕快來找我 我們甚至可以告訴你 我們出手的時候再跟你起算 我希望所有朋友你好好聽清楚我這句話 我認為這目前的行情 當然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拉回 而這個重要的拉回 你會不會做 咱們就等著看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行情裡面想盡辦法 跟上真的能夠幫助你賺錢的 不要小看訊心喔 特斯拉概念股裡面 可能將來會有訊心 特斯拉概念股裡面已經有以勝了 歡迎你 你想盡辦法掌握住 最能夠掌握資金流的盡責 不要去管指數 管你的股票會不會漲 手上保持兩檔到三檔 每次輪漲的時候都有你 那才是人生最快樂的事 你說對不對 我們拒絕套牢喔 你和你原來的家族比一比 如果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拒絕套牢的 請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我們 在前進的過程中 你們始終都在 改革就像一場馬拉松 有很多困難 但我們不會停下腳步 我們一起努力創造美好的未來 一起前進吧 成東董戶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董戶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成東董戶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我要講的 不要說我沒講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從上個禮拜 特別是10月11號 就上來跟各位講了 我說請你注意喔 大盤從所謂的10668 就已經先行創新高了 當大盤創新高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是最強的股票 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啊 對不對 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吧 如果你不是最強勢的股票 如果你不是最強勢的股票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都會先請你調節一趟 所以我調節完之後 你不要說我沒說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股票 我不可能因為在這邊 141 你就當我賣141 最高點好了 各位啊 得到現在120 才20幾塊錢啊 我就要把它買回來 我不可能這麼做 但是問題來了 你買在140的人呢 你到120當然你不可能賣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句話 你想想看當時的140 跌到哪裡你才賣 跌到108你才賣 現在看起來好像你不賣是對的啊 我告訴你 股票市場永遠沒有說 漲不上去 這樣子就叫做對的 如果它什麼時候突然之間下來的時候 把你嚇一大跳 你不要說我沒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它突然之間殺下來的時候 嚇你一大跳 你不要說我沒說 股票市場裡面九盤必跌 你說老師這樣講起來很像空頭不是 我只是告訴你說 他們這些股票 他們在大盤當中所佔領的位階 而且它將來怎麼樣去做運動的一個模式 你說老師我就可以忍 我哪知道你可以忍到哪裡去啊 從這裡啊 570塊忍到現在350 我就不相信你這個叫忍 這叫套牢 而且是很痛苦的套牢 而且這種痛苦的套牢 往往都必須要等到像這種大量 殺到低一點的時候呢 你才會受得了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看郁金光 老師你怎麼看啞光 那是我以後的事情 我如果從今天開始都不做郁金光啞光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有沒有想過啊 郁金光我是幾塊錢就跟你講 我是105塊啊 我們那個不要算了好不好 我們就從這裡啊 300塊跟你講好不好 300塊漲到596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300塊漲到596也快一倍耶 這前面都不要算啊 從300塊7月以後 上節目親自跟你說 漲到596也漲了快一倍耶 漲了一倍 漲了超過六支停板 這支股票我賺夠了啊 我還要不要做讓我自己決定啊 但是問題是 做股票就是要能夠自己做決定 那才叫做贏家 你不能老是等在那邊說 哎呀 看看這個盤會不會解套啊 怎樣怎樣 那我就覺得這樣不是贏家了嘛 你各位想想看 我做股票多輕鬆啊 我連上來講節目我都覺得有點懶惰啊 為什麼啊 就這樣子就叫做贏啊 不然你這樣子你叫我怎麼輸啊 除非我做空啊 我不知道頭髮掉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這裡面當中 那我當然就會去比較啦 哪些股票比較會漲 哪些股票比較有機會 一比來比去的話 就比到這邊來啦 再怎麼說 訊心總比鴻海會漲吧 你說老師兩支都是鴻海的股票 對啊沒錯啊 那訊心也比什麼 也比2354的鴻准會漲啊 沒錯啊 你同樣一堆股票裡面 你就會去比較了嘛 對不對 只要你踩對步伐 邏輯對了 你手上有資金 那你就自己會找出路啊 我就是資金我就會找出路啊 股票咧沒有出路啊 資金是會找出路 股票呢是沒有出路的 股票就套牢了 我有資金我隨時可以進場啊 我說一萬零八百年以上 股價這個超低股票啊 你說老師哪有這個股票 你回去算看看是不是三支停板啊 我還不能跟你說咧 親愛的投資朋友咧 這是資金就要找出路 因為對啊高檔的股票大力光漲那麼多了 這個股票啊對啊台積電也漲那麼多了 那是不是這個股票就有機會了 你看他從低檔才剛上來 三根紅K棒而已啊 所以我跟你講基本面其實意義不大耶 基本面對於一個沒有技術面操作的人 那是沒有用的 有人整天在跟你說 3019的亞光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埋在140殺到107 那有什麼 這基本面對你有用嗎 你還是一樣啊 140到107你還是輸了33塊啊 這基本面對你有用嗎 浴金光很好 結果買在590到現在套牢 這基本面對你有用嗎 鴻海一樣的道理啊 122塊套牢到現在 到了105塊殺掉 你還是輸了17塊 基本面對你有用嗎 沒有用啊 同樣你說老師 哎呦可誠消息還很壞 這邊兩支停板我賺起來 照賺啊 這時候講基本面才真的有用啊 賺了錢講基本面有用啊 賠了錢講基本面有什麼用 那叫安慰自己而已嘛 對不對 同樣一個基本面你可以看兩個啊 一個說哎呀供貨絕對不足啊 一個說郭董站在那邊啊 那你說怎麼看 親愛的投資朋友 賺了錢基本面都有用 一句話 我會看到說人臉辨識將來有機會嘛 所以呢 互相之間比較一下的話 這麼多平衡概念股 還是人臉辨識比較有機會嘛 對吧沒錯吧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哎呦 107元不對啦 107人家是在殺出來 我說不對 那是人家剛好的基本 基本價值 我告訴你一句話 這能講嗎 第一次當然不會破 聽清楚 我這句話講得很清楚了 第一次當然不會破 齁 接下來的話你就自己聽了好不好 各位看到沒有來 能夠搶也能夠走 啊3019亞光在這裡 能夠搶也能夠走 這才叫做做股票啊 這才叫做做股票啊 能夠搶也能夠走啊 你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這個殺上去的時候 第二次還是彈上來一下 彈上來一下才下去的啊 雖然它的幅度比較大 第一次當然會守住左邊的槓桿啊 聽得懂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看可能在這裡啊 股票市場有的時候它要休息很久 那不是我能夠幫你做決定 也不是我能夠決定的啊 我能夠要看的時候 我就一邊看一邊找 哎呀這要休息很久 我們就趕快先休息啊 至於你說這股票 將來是不是要換股要怎麼樣 你還找我我幫你想辦法 不然你這樣不是辦法啦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而且呢股票市場往往是這個情況啊 我就必須要很直接跟各位說了 以前大家都在喊光學鏡頭缺貨了 光學鏡頭缺貨 現在光學鏡頭有缺貨嗎 沒有啊 到處都有啦 反正哪一支股票你不認識啦 從最大的大力光 玉金光 雅光 先進光 聯誼光 金國光 嘉陵 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股票啦 那散戶每個人都買了這股票會漲嗎 除非這裡面有哪一檔股票有特別的消息 你說對不對啊 你覺得你知道的雅光會比我多嗎 我知道的雅光會比隔壁多嗎 當然好像差不多吧 如果你的分析師只是喜歡把雅光的利多 重複的一直念 我告訴你這樣不會賺錢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真正的利多像我這樣子 我都不敢跟你說啊 問題在哪邊股價就會搶哪邊 聽得懂沒有 我也可以告訴你一句話 今天這個還談了一下下 但是還不是很好的時候 因為融資太高了 至少他還解決部分的問題 那些問題我寫在非凡商業週刊裡面都有 問題在哪邊股價就搶哪邊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親愛投資朋友 6451的訊息 人家當然有這個機會啊 我雖然以前鴻海說要做自駕車 五年前鴻海想跟比亞迪在拚的時候 比亞迪就是這家的母公司啊 基本上來講的話 想跟比亞迪拚的時候 結果在中國大陸被比亞迪封殺了 這次特斯拉來找蘋果 找鴻海合作 這郭董還不報仇才怪咧 所以郭董有關自駕車上面的相關型的公司 相關型的公司 這次也算其中之一 不過這次實在太大了 所以你就要開始挑了 挑出說哪一檔股票 跟他所謂的未來自駕車最接近 最有機會的 那當然就是訊星 因為他是做汽車的危機店的嘛 所以你想想看 當初為什麼鴻海一來的時候 他曾經漲過一大波 還不是在這裡 在這個前面 許武漲了一大波 就是鴻海當時要做自駕車 後來鴻海沒去做下來了 鴻海現在又要做 他是不是又上去 股票就是這樣子啊 炒起炒落啊 不是炒起來炒落 是浪炒的炒好嗎 所以像這檔股票 我認為啊 請你各位 假如想要做蘋果概念股的 這樣子好不好 你套牢的股票以外 你先買一個會賺錢的 等到賺錢跟套牢的拼在一起之後 你再來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做股票最重要是 你新買的股票要先賺錢 賺了錢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舊的 這樣才有機會啊 各位啊 資金自己真的會找出路 資金自己真的會找出路啊 我還是告訴你這句話 目前為止啊 錢還是很多啊 其實我講到今天 應該算是最準的啊 為什麼 不是說我準啊 我說川普準總可以吧 各位沒看到嗎 比特幣又創新高了 我也承認比特幣 不能說我也承認 我本來就跟你這樣子說 比特幣是個投機的東西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投機還沒結束你在講什麼 講什麼空啊 所以他一定是擁有非常多資金 你也不能說他全部投機耶 我認為可能三千塊以上算投機啊 但是三千塊以下其實 玩遊戲的人大有人在啊 你說那個什麼霹靂布袋戲那個 不值錢 可是最後還是值錢啊 對不對 那個玩偶還是值錢啊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競責 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想辦法跟我們聯繫 本投機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就像資格ми所那樣 也不及做那麼多子 而有資格離負投資 BlockDone